郭客王同框同台 又是握手又是合照 三人结盟 看似蓄势待发 但这场景时隔近两周 却毫无进展 传出三方合作 不只是卡关 更可能已经破局 其实可以不要用结盟这两个字 就是大家一起合作 那要做的就是什么样的 未来规划是对台湾好的这件事情 如果外界认为说 这个三个人合作好像已经熄火了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 再把这个火再点燃一下 郭台铭幕僚不认结盟 前立法院长汪金平 更是把话说得直白 谈言到现在为止谈都还没谈 也因此一度传出郭科王联盟 是打算缩减成郭科联盟 我想反问就是 到底从哪一个点 或是哪一个线 或哪一个面观察到说 我们这个目前的团队里面 有排王的气氛 郭台铭幕僚一直以来都是有共识 他们是关公好兄弟 沟通管道非常顺畅 否认排除王金平 但郭科王连线确实只闻楼梯响 倒是郭台铭方面动作频频 除了表态会独立参选 甚至要找亲民党合作 复权人选9月17号就会有答案 郭台铭强势主导之下联盟另外两个成员 俨然成了配角 让三人合作更甜变数 那有什么变数 这个不会啦 我跟你讲 顺其自然 积极努力 这样就好了 其实我跟你讲 我发现我的票要移转不容易 因为这个也许太有个人色彩的 太鲜明的 在过去的几次经验已经很清楚 不太容易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派轻松 自认磕粉难转移 但原本这在野大联盟 要立抗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 现在却是各唱各得调 三方协调毫无进展 无论是战力整合还是延续话题 时间压力已经步步逼近 欢迎新闻 林志鹏 陈欣燕 黄云廷 台北报道 我们的朋友们 在我论区里面